HELLO 各位 今天應該是在現代吧 現代相關的社團的車友們 大家好 我們沒有在這個社團裡面開過直播 我們是台中 來自於台中的一個抑震器 還有很多一些改裝線的製造廠 我們的品牌是KD Racing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的車款 當然是現代的一些相關的車款 這一台是現代的普段 這一台是2017年款 1.6升的渦輪引擎 這個世代的話其實 其他的廠牌也好 包含HONDA的休旅車 都是一個渦輪當道的世代 這一款車是1.6升的渦輪引擎 底盤的話 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是一個多靈板的懸吊系統 車主本身就已經有改裝其他品牌的避震器了 今天來做開換的原因是因為有兩個 第一個後方的主名已經沒辦法調整了 第二個是因為它整體乘坐的感覺 太過於硬朗 所以來改裝KD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車主的本身開車速度也不慢喔 所以除了要兼備到高速行駛應該要有的操控感之外 也希望在山路上操控起來的感覺 能夠比原廠還要來得好一些喔 原廠的話 其實以這一台車的底盤來說 如果跟TOYOTA的RUFO比起來 它算是操控還不錯 可是如果要開得比較快的話 也許我們還不及一般的轎車啦 畢竟它的重心比較高 它的本質還是修理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來拆下來的改裝避震器 它原來拆下來的改裝避震器的 車主的反應是因為它覺得比較硬朗 那硬朗的感覺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來自於阻尼 第二個來自於彈簧 但經理剛剛有來試壓一下它的阻尼 其實這個品牌的話它的阻尼並沒有做得很硬 可是它的彈簧的話 以這台車的車重來說就有一點偏硬 像是這個是後方的阻尼筒 對KD的上部的話 後上部的話 然後上座也是這台車的上 也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那前面的話 我們都一樣 跟這個品牌一樣都有顧上座 那這個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旋尼好像久了 因為它的上座是裸露在外方的 所以如果這個阻尼的話 是裸露的話 內部的話建議啦 一定要上油紙或者是做一些防水的動作 才能避免它會有一個卡死的狀況 那像這個已經大概卡死了 那如果我們把它往下壓的話 它的阻尼其實沒有做得很重 可是它後方的彈簧公斤數是配10公斤 以這台車的車重來說 後方的公斤數的話 一般我們配置大概是7到8公斤左右 那10公斤的話並不是不行 是因為它10公斤 以它的車重來說會太過於硬朗 那前方的話一般KD的配置的話 大概會落在7到8公斤左右 那這個品牌的話它的彈簧做得比較短 它做了180mm 那公斤數的話是10公斤 這樣排得到嗎 這個是180指的是100 它彈簧長度180mm 18公分 公斤數的話是10公斤 那這個10公斤的意義是在於 我們當彈簧自由長度的時候 下壓1mm 它需要10公斤的力道 所以以這台車重來說 大概是上限一般道路版本 大概是8公斤左右 那KD的話 一般也是配置7到8公斤 所以10公斤來說的話 它的作動的行程幅度比較少 當然路感回饋就會很直接 所以這個的舒適度的話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兼備 可是如果需要很熱血的車友 那這樣的配重可能就比較適合一些 這個是後方的調整機構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組合起來是像這樣子的 那這個的這樣的車高設定 大概是兩組幾點 那車組的話也要求大概跟原來的車高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KD KD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後方的話 它一樣是有一個 它是彈簧跟BGP本台的結構 所以後方的有一個竹泥桶 那竹泥桶的上部 這裡有刻意看得到 上座一樣要沿用原廠 可是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就能調整竹泥的 從這裡能夠調整軟硬度 它的車高曲節的話 是在於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 這裡的話看不到KD的硬質 就是像這一條彈簧的話 KD是配置的 後方是配置8公斤 所以車高的話 大概 這個輪胎是原廠的規格 2256017 那像這一台的話 之前有車友送到255018的規格 它的整體的外勁呢 就跟原廠落差大概有1.7公分左右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規格 等一下預計了 大概是兩組五左右 所以這個車高曲節是在彈簧上方 那筒身的長短 它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筒身的長短 它是來取決於彈簧的預載 那像這樣的設計呢 KD的建議是 它的彈簧預載值大概3到5mm左右 就是剛剛好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一個KD的設計 那這裡的話也有一個防塵套 防塵套裡面的話也有一個緩衝的饅頭 防止它大幅載重 甚至是遇到比較大幅載重 甚至是遇到比較大幅載重 會有一個觸底的狀況 那饅頭的功能 就是在於保護它的童心 那KD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並不是偽由它常常做代工 所以像這個饅頭的話 或者是防塵套啦 或者是其他的零件 也許有可能它是耗材 那這些零件日後呢 都可以單純來搬送 不會因為饅頭壞掉了 就需要換送 什麼並不需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方的頭上的設計 是一個賣花層 原廠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離載串的話 本來是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可是它本來改裝的差別的話 是改了可調式的離載串 但是不用了 我們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像 跟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就跟原來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台車我們有附上座 像這條彈簧是能兼顧到一般的舒適度 它是配置7公斤而已 而且它是大圈徑的 那上方的話這裡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這台車它的避震器 是藏在一個前檔玻璃的下方 可是如果常常有下雨的時候 它這裡其實會有一個水氣的累積 所以我們拆下的避震器 都可以看到這裡會有一個繡痕 那經理很謝謝所上的車友 給我們那麼多機會來幫我們來服務 所以這台車我知道都會生鏽 所以我們特別都在上部這裡 會徒付一些防鏽的油脂 像這個銀色的油脂 這個就是浮世的鋁衣千衣 這個一罐三四千塊 可是它的防鏽的效果呢 非常非常的好 像這個的話 KT知道裡面會生鏽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做一個橡皮的防水塞 防水塞塞好之後 再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轉上去 它的裡面就不容易會進水 不容易進水 自然就不會有鏽死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KT在設計上 都特別一個貼心的地方 那也代表了我們對這些車系 是很了解的 才會知道有這些需要 然後安裝之前就會有一個防範的一個工作 這一顆是1.6升的渦輪引擎 那阻尼的調整前方的話 就直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就好了 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有一個H就是HARD 往順時針的話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那調整的秘訣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但在調整胎壓 在調整阻尼之前呢 今天你要特別提醒的就是 胎壓也很重要 像這個日韓汽車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逼住的下方就會看得到 有一張貼紙 上方的話就會建議一個胎壓建議局 像這個的話修理車的話 大概建議大概33 冷胎壓的時候了 大概打33PS3就可以了 像這個的避震器的用料部分 KT的用料相當的不錯 像煮米油裡面填充煮米油最重要的 我們是使用意大利呢 一大桶200L原裝進口的油品 所以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分裝的一些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啦 還有種種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那唯一的缺點應該是它的單價 比一般在台灣混裝的油品的單價還要高很多 像是油風的話 KT所使用避震器裡面所使用的油風 其實是最優關到它的壽命的 油風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這個品牌我不曉得日本的Tim也沒有做 如果車友們有裝日本的Tim的品牌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也是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整體的穩定度都相當的不錯 那車高的調整 前方的話跟後方不同了 前方的話是靠托盤 這個齒輪罩的托盤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它整體長度如果變長了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蠻寬的 而且它不會因為調高 因為一般壓縮彈簧的方式 就是靠逼彈簧之後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但是把彈簧逼緊的時候 它的功勤數就變高 乘坐感覺就會變硬 但KT不是 KT是屬於比較高階的 它是統身可調 所以它能調高 調低的範圍比較寬 而且不會因為調高就變硬 所以這個是KT比較能夠兼顧到 像是這種TOSUN應該要有的舒適度的原因 這個是以上是今天 現代TOSUN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到Facebook裡面 打上KT微信 然後搜尋到KT的粉絲團之後 再跟我們的小編詢問 謝謝大家 這個版面的話 經理不是很熟悉 我不知道這裡能不能報價 那如果有報價的話 再請版主的話多多包涵 一般道路版本的話 這個高低軟硬都可調 一般KT的道路版是兩萬六千塊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很歡迎繼續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